华为MAT60终于开售了 可以换手机了 今天早上华为发布了MAT60的手机 然后也抢收一空 根据某跑分软件 跑出来的结果是麒麟9000S的芯片 大家最关心的是5G是不是回来了 大家都在怀疑一件事情 到底它怎么会有这个芯片呢 我们来推测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 外面有厂商敲咪咪的 偷偷的卖货给了华为 但是为什么要偷偷而卖呢 你懂我懂大家懂的 反正大家过生活嘛 第二个 有没有可能我们国内已经突破了 制造技术的瓶颈 如果是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国内的制造业的升级 就达到了质的飞跃 但目前来看 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完整 第三个有没有可能是 华为的技术联合我们国内的厂商 在某些关键环节上面 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 我们突破了传统技术的封锁 如果是的话 哇塞 那我就觉得完大了 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 竟然有了自主研发的能力 资本它是贪婪的 也就意味着过去资本舍弃掉我们 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做不到 可是当资本发现我们做得到的时候 那么资本就会从看不起变成真香 所以从过去的看不起到真香的过程 也就是从Made in China 变成Made by China 这种感觉火生生的打脸 抖音 然后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